指导致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票房火爆 5月3日赵薇接受专访 解读创作细节回应质疑 他妆容优雅举之从容便干练女强人 采访赵薇时他的眼睛还没消肿 不时半语咳嗽 他笑言这次自己跟票房一样火大了 手指导筒赵薇不想拍一部观众捧着爆米花乐玩就忘了的电影 我自己已经演过那么多了 当导演还是别拍那样 他拒绝一切煽情 为此甚至刻意抛开双鱼座余生俱来的多愁善感 所以这部处女座里充斥着冷峻的色调和旁观者的冷静态度 演员们提出要求 如果票房好的话要带他们去旅游 他们说要去毛尔代夫 你答应吗 答应吗 估计是一二十个几十个 然后再拍一个 好 再请微信 娱乐九九收集分享